而主播台中市大甲區黎明路某棟連棟建築 在二號凌晨一點多時發生火警 知乎三代同堂家庭 共有十人居住 火呆現場濃煙密布 一家人逃往隔壁正在施工的住宅 才順利離開火場 帶您來聽稍早訪問 受傷的位置是在一樓的 前面的居樓地的部分 某年火事也延伸到隔壁住家 當時男主人外出不在 家裡9歲及12歲的小孩受困於二樓 消防人員控制一樓火事後 順利找到兩名小孩並協助脫困 另外台中豐原區百年餅店也發生火警 凌晨3點10分左右 店面隔壁住宅二樓的自用廚房 突然發生火災 老闆及老闆娘發現後想前往查看 但因濃煙過大 只好前往餅店的店面逃出 老闆娘因為逃脫過程中吸入大量濃煙 又受到驚嚇 有救護人員協助預防性送醫 火警發生時 農煙瀰瀰漫於餅店內 許多客人訂的餅和現場糕餅都受到影響 消防隊利用排風設備吸出農煙 希望能降低餅店損失 至於廚房為什麼突然起火 還要等火調人員調查釐清 以上最新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